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增三例确诊病例 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台湾新增1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一例本土病例 另外有一例死亡病例 再来看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超过2亿2900万例 死亡总数超过470万人 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万例 确诊人数超过了4290万 巴西新增于94000人确诊 累计59万人死亡 印度新增超过31000多例 累计死亡超过44万例 菲律宾单日新增近2万例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236万例 欧洲疫情目前最严重的英国 单日新增将近3万人确诊 累计确诊超过740万例 俄罗斯再有2万多人受到感染 确诊总数超过727万 土耳其单日新增26000多例确诊 累计病例684万 伊朗单日新增近16000人确诊 全国累计病例达到了542万 内地18号新增43例新冠本土病例 全部都是来自福建 当中39例在厦门 4例在莆田 厦门市政府19号下午召开 疫情防控记者会 表示当地疫情起源是外事输入病例 在工厂等人群密集场所爆发和扩散 在首次报告病例前 已经传播两三代 导致疫情严峻复杂 当局强调前一天连续四份报告 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病毒传播 我是指挥部 也于昨天联系出了四份通告 多项管控措施升级 这些严格的措施 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病毒传播 虽然疫情让部分工作生活按下暂停键 暂停是为了更好的重举 为了大家能尽快在健康安全的环境 生活生产 也请广大市民全力配合黄疫工作 让我们共同守卫生命健康 守护家园平安 厦门新增的39例本土确诊 有35人来自同安区 19号下午5点起 同安区展开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预料20号下午完成 而全市小区实施闭环管理 居民非必要不外出 所有公园 景区 体育场等暂停开放 至于莆田市本轮疫情以来 当地首次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为个位数 但是出现首例微重型病例 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透露 在早前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时 提到香港与内地通关的问题 并且称双方会尽快安排专家对接 商讨相关的事宜 我昨天也都跟韩正副总理说 我们已经超过一个月本地清零 我们的外防输入已经做到非常之严格 我们也都有足够的检测和检疫设施的能力 而香港的市民也都是非常之热刺期盼 可以免检疫回内地 无论做商务公务探亲上行 韩副总理是非常明白的 所以他说他也得适我早前提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由双方的专家对接 差不多即场他都要求有关的部门 就要跟进特首的要求 就尽快安排这一场专家的对接 所以暂时就是只能够跟大家讲 我们就做好准备 就跟内地的专家 包括卫健委的专家对接 希望能够可以争取到 早日是逐步有罪通关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止周日零点 香港先增三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军委输入个案 新增的三名确诊患者 分别是由卡塔尔以及菲律宾敌港 两人在入境检测时 结果呈阳性 另一人则是在入境隔离期间被筛出 三人在今年3到7月间 都已经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 过去14天 香港累计报告4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全部都是由境外输入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南山牵头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 表示经过研究 涅齿动物可能是新冠病毒 向人类传播的中间宿主 研究通过对于新冠病毒的 自突蛋白的滑动序列片段 进行全面的氨基酸序列分析 证实蝙蝠是新冠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 在通过涅齿动物传递给人类 这是当前关于新冠病毒中间宿主的 一个全新的发现 而如果研究的结论正确 老鼠作为中间宿主成为事实 猫 老鼠等与人类密切接触动物 携带新冠状病毒 并且进行传播 那么新冠病毒在人群当中 将难以灭绝 研究团队建议采用 过敏原弱化了的弱病毒 进行提前免疫 方能抵御强病毒 并且应联合监测 特殊气象因素的变化和病毒变异 早期接种低过敏原性病毒 对抗病毒 近日网上有文章指出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在爆发新冠疫情之前 曾经收到来自美国的冷链海鲜 根据早期的感染情况来分析 新冠病毒有可能正式通过 这一批海鲜从美国传入中国 文章追溯到2019年11月11号 指当天有一批美国冰仙龙虾 空运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随后龙虾被分别发往江苏 浙江 湖北等地 其中一个目的地 正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11月12号 华南海鲜市场唯一一家 经营美国冷链产品的商户郑某 受到龙虾 它随即将货物转售 给市场内的多家商户 以及当地酒店 一个月后 武汉陆续发现多例 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时的 新冠确诊病例 而在早期的感染者中 就有多人曾接触过 正某的冰仙龙虾 或曾在正某店铺周边的摊位工作 感染者所处的摊位 还发现了多个养性环境样本 根据世卫组织 今年3月底发布的溯源报告 新冠病毒在冷冻食品 包装和冷链产品的条件下 可以存活较长时间 它可以通过冷链产品 远距离传播 而上述感染者 从接触美国龙虾 到发病之间正好符合 新冠病毒的潜伏时长 文章又称 这批龙虾在美国缅因州 约克县的公司封装打包 当地早在2019年7月 就发现了症状类似 新冠肺炎的电子炎肺炎病例 种种线索都指向 这批冷链龙虾 因此文章作者认为 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是 从美国传入中国 凤凰卫视总部报道 内地中秋假期正式开启 受到疫情防控因素的影响 今年中秋期间 短途周边游成为了 多数游客的选择 自驾旅游自由行 是热门的出游方式 另外交通运输部就呼吁 各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近期北京上海多地 陆续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不过受近期福建疫情影响 周边游和短途旅行 仍是多数游客的选择 有旅游业内人士表示 从旅游产品的预定情况来看 今年中秋期间 跨省游集中出游等形式 受到较大影响 游客出游更倾向于选择 自驾游或者自由行 受到近期福建的 整体疫情的影响 整体的游客的 长途旅行的出行意愿 应该说不太高 从我们的数据上看 现在可能偏向于 周边游短途旅行 应该说还是在中秋十一 成为一个主流的趋势 对于中秋假期 能否进一步刺激旅游市场 韩杰则持保守态度 他认为这还需要 根据接下来疫情变化 做进一步判断 他还表示 福建疫情爆发以来 旅行社针对旅游产品 也进行了调整 主要向游客推荐 不受疫情影响的 低风险目的地 同时还要核实游客的 健康宝 行程码和疫苗注射情况 旅行社交不外说 我们也会选择更安全 更没有疫情的这些目的地 向客户进行推荐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基本上东南沿海地区的 这部分可能就是 会推荐的比较少一些 目前为止热门的目的地 集中在西北 西南 这些基本上不受疫情影响 或者离中高风险地区 比较远的目的地 即将于20号正式开业的 北京环球度假区 是中秋期间 最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园区方面在中秋期间 也实行客流管控措施 持有当日门票 酒店预定等有效证明的游客 才可以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凤凰卫视 周嘉欣 刘健 北京报道 台湾疫情相对缓和 19号新增一名本土确诊病例 11名境外移入 一人死亡 中秋廉价第二天 那么全台各地景点 涌入大量的人潮 就连前往离岛的航班 也几乎斑斑克满 官方提醒民众 不要放松对于疫情的警戒 若引发群众感染 管控措施会将升高 台湾19号新增一个 本土新冠确诊病例 11例境外移入疫情缓和 从18号开始 台湾一连放四天中秋廉价 在家苦闷许久的民众 正向出游 各地景点涌入人潮 台北市动物园的熊猫馆 一大早就有爸妈带着小朋友 专程拜访好久不见的大熊猫 团团和园园 很幸运 因为来了大概十几次之后 这一次这么幸运 看到两个在互动 台湾知名景点 何欢山 放眼望去也到处是游客 两旁山道停满的车辆出路困难 逼得当地警方呼吁 民众不要再上山 台湾东部的花莲 从廉价第一天 当地夜市就挤满了人 看乡们说 游客回笼 已经接近疫情前的八成 南台湾的屏东 东港华侨渔港 同样人潮不断 许多民众席家带卷挑选渔货 为晚上的中秋烤肉 准备食材 另一边的码头 大量游客带着行李排队 准备搭船前往离岛度假 在海边 墾丁南湾沙滩 有人在海中细水 有人坐在沙滩上晒太阳 或许心情太放松 连口罩都忘了戴 当地卫生局只好派人随时紧盯 民众开心度假 不过官方提醒疫情威胁人在 呼吁警戒不可松懈 一旦病毒再次蔓延 台湾疫情管制措施将再次升级 凤凰卫视 黄家腾蔡荣人台北报导 我们先休息片刻 稍后为您带来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的抗疫消息 越南正式批准使用古巴一款自主研发的疫苗 美国疾控中心就指 莫德纳疫苗减少感染者入院的效果理想 而西班牙准备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之前 有上万名的民众在周末迫不及待 参加当地大型室外喝酒派对 触犯法力 西班牙警方18号表示 当地17号晚至少25000人 在马德里参加大型室外喝酒派对 很多人没戴口罩 街上人山人海 参加者根本没可能保持1.5米社交距离 警方指这是自疫情以来 最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为者可被罚款500至600欧元 马德里20号将放宽部分防疫限制 包括准许酒吧和俱乐部 延长营业时间多4个小时至凌晨6点 夏威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大批示威者上街抗疫当局推行疫苗接种 以及考虑实施防疫通行证机制 有示威者认为 设立防疫通行证机制 歧视向往自由的民众是极权措施 也有民众对注射疫苗抱持怀疑态度 于是参加示威游行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 18号菲迪哈瓦那 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 越南卫生部门就在当天宣布 批准古巴首款自主研发和生产的 阿夫达拉疫苗在越南使用 越南上月表示 古巴可以向越南供应大量阿夫达拉疫苗 并在今年年底 将生产疫苗的技术转移到越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就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和强生疫苗的 效用进行研究发现莫德纳疫苗 在预防感染者出现严重病征 而需要入院的效果最理想 防护力达到9成3 其次是辉瑞疫苗 有8成8的防护力 强生疫苗的防护力达到7成 当局强调 三种疫苗都有足够的保护力 接种后可大大减少出现重症的机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加坡的疫情再加剧 在过去的周末 一连两天单日病例超过1000 是17个月以来首次单日突破千人 新加坡疫情反弹 过去6天社区病例连连创下记录 政府在全岛56个地点设置自动排发机 接获健康风险警告的人 可以使用证件领取三个检测仪 自行检测 新加坡政府表示 目前加护病房数量依旧充足 但急诊室与普通病房 已经面临一定压力 因此正在准备更多社区护理设施 预计下周可以就位 政府也扩大计划 让12到69岁的无症状 或只有轻微症状 没有严重疾病的患者 在家养病 王以康表示 新加坡超过98%的人 在感染病毒后 都没有出现病症 或仅有轻微症状 因此符合条件的轻症患者 应该在家养病 缓解医院的病床压力 凤凰卫视记者刘备 新加坡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21号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发表在联合国的首场演讲 议题将聚焦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民主人权和国际规则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格林菲尔德 在纽约举行记者会 他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 将在9月21日 到访纽约联合国总部 出席本届联大的 一般性辩论并发言 美国将会主要聚焦 应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民主人权和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 格林菲尔德表示 本届联大将是美国加强 和盟友国关系的重要时刻 预计美国国务卿将在联大期间 与纽约举办多场双边会议 同时美国还将主持召开一场 有关于全球扩大疫苗生产力的 高级别视频峰会 纽约市政府还要求 所有进入联大会议厅的 各国领导 政要 外交官 都必须出示 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 才可以入内 美国还将在联合国总部外 特别设立疫苗的接种车 为想要接种的外交官 提供一针的强身疫苗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聂边甲对此表示抗议 称这是一项明显的歧视性措施 阻止代表进入大厅 违反了联合国宪长 凤凰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媒体影视务经济专家 分析报道 通胀持续大幅上涨 新冠疫情令民众的生活水平 和消费能力下降 根据彭博社周末分析报道 指出疫情以来 由于增庇难 美国企业已提升薪水方式 来吸引就业 但是也正是由于 在各种成本原料价格上涨 以及劳工成本支出的上升 导致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现象 业述人家认为 打工民众 往往是以美元金额来计算收入 但是却忽略了 通胀上涨之后的实际购买能力 分析指出 保证生活水平不变 薪资应该与通胀率同步调整 但是商品价格 是根据成本支出来提升 并且可能瞬间上涨 上升幅度 也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但是工人薪资的提升则是 缓慢的 周期性的 同时也受雇主支出能力 以及受聘企业的业务状况来决定 美国传统上通胀率 与薪水调整率保持在2%左右 但是疫情以来 根据美国劳工部近期 数月以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通胀率则基本是保持在5%以上 虽然美国政府与联储疫情间 助资金低市场并为民众提供疫情补助 但是目前联储开始考虑收窄量宽 各种政府补助计划也基本到期 但通胀趋势则丝毫没有减轻 数据还显示 如果物价上涨趋势持续下去 受通胀影响消费能力下降的 则不仅仅是最新得到薪资提升的 最低收入的民众 也会使长期有稳定收入的 打破民众的生活水平 每况愈下 凤凰卫视旁哲 永远报道 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地区 因为新冠疫情管控 导致欧美商家原料严重短缺 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马来西亚 越南等国家地区的 疫情扩散 当地政府实行严格旅游 与生产设施的疫情防范措施与管控 使棕旅游 咖啡 以及吸金属材的正常生产运输与出口 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报道指出 世界第二大棕旅游提供商马来西亚 因管控旅游切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 十倍广泛用来生产糖果 食用油 洗发液 以及生化燃油的棕旅游大幅减产 作为世界上 第二大咖啡加工出口国的越南 也因厂房关闭而推迟加工与出口业务 外加咖啡产地巴西天气干旱 收获下降的影响下 咖啡也在国际范围内大幅度减产 更使咖啡价格因此被推升所高 另外马来西亚的金属熔炼炉 也因疫情而停工 使作为连接电器与电脑芯片焊材原料的 吸材供应紧张 据统计马来西亚棕旅游出口 今年截止到8月同比下降13.6% 对欧美进口商造成价格从长期平均价格 大幅跳升的70%的压力 越南也因疫情部分停工减产 咖啡出口今年前8个月同比下降8.2% 导致国际以本地的咖啡商业务受到严重的影响 马来西亚锡提炼产品 今年上半年截止到6月底 出口下降29% 伦敦商品集交所锡金属三个月的10月份发挥合约 同比价格上升70% 达到34,000美元一公吨的历史高位 业界认为这些现象 在马来西亚地区与国家疫情没有好转 之前仍会持续下去 凤凰卫视 胖着江广富 纽约报道 携手抗疫 你我同心 我是天童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